迷途的学子 谭归和尚在一次祭修会中 向弟子们讲道 终于人赃并获了 这次抓到你偷钱了吧 这次你怎么说也逃脱不了了 原谅他吧 不行 他已经偷了很多很多次的钱了 这次怎么说也不可以原谅他了 如果这次你不把这个小贼开除的话 我们就集体离开这个地方 你们都是明智的师兄 知道是非 但是他连是非也分不清楚 如果我不教他又有谁教他呢 我要把他留在这里 就算你们全走光 我也会一样这么做的 听了这番话之后 那个偷窃的和尚跪在地上 从此喜心革面 悟出了是非善物了 一百只羊跑掉了 一只羊 牧羊人很匆忙的去到处寻找那只跑掉的羊 而把其他的九十九只留在旷野上 帮助最需要帮助的那是应该的 赶 青少年 强一笔 鸾站 你看 而且 她把这个